台北市副市長黃珊珊 視察北市聯誼中心院區的綠色通道 未來只要快篩陽性 一律都走這路線進行PCR篩檢 通道開通後 柯文哲更拍板 未來快篩陽才能到醫院做PCR 以前我們那個公會篩檢站 我想說你想做就來做吧 隨便你 現在不行了 快篩沒有陽性的拜託你不要來做 不然你會癱瘓我的系統 不要再把這個公會篩檢站 甚至說急診你知道 當作是你身體檢查的一個篩檢的門檻 你知道我這樣把它垮掉 之所以擔心量能被擊垮 就是因為北市PCR採檢陽性率 從4月14號的1% 兩週內急速攀升到12.3% 北部篩檢量能拉緊爆 中南部的縣市 如果它的數量再上升 那可能還是比較準確 我們在北部地區 有可能再過幾天你知道嗎 真正確診人數超過我們PCR能夠測量的篩檢量能的時候 會變成一個假性的評調 篩檢量能岌岌可為 柯文哲拋快篩陽視同確診 遭指揮官陳時中打槍 浪費醫療量能 但他依舊堅持 快篩陽性 後來PCR陽性 在我們台北市的數據大概在85到90% 所以就是89不離死 當然會有戳殺15%的問題 為了要更有效益的運用 所以一般來講快篩陽性 你最好就把自己當作是確診 不要再去口罩戴好 你不要再傳染別人 做人做人家排疫情 沒什麼點 柯文哲也下令5月8號前 北市各大醫院要挪15%病床 當防疫專責病房 疫情海嘯在眼前 柯文哲走自己的路 保住醫療量能 不被淹沒